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出现 情绪激动地指着宴会厅门口摆放的婚纱照 说自己才是新娘的丈夫 这名男子名叫聂丰 她说今天这场婚礼的新娘其实是她的妻子 他们已经结婚多年 育有三子 逆风说自己一直在外地打工 夫妻俩聚少离多 长时间两地分居 没有想到自己这次刚刚休假回来就发生了这场闹剧 我当时不相信 我当时还是不相信 我以为她是诈骗的嘛 拍电视剧都没这么演的 那个原配的嘛 为什么骗不着 玩不着 偏偏吃正酒的那天来找 感觉就是一个团伙嘛 为了不要来骗钱嘛 新郎亲属的怀疑听起来确实有几分道理 难道真的是聂丰和妻子串通 演出了这场闹剧敲诈对方嘛 聂丰又会作何解释呢 我有一个堂弟嘛 他是那月二十八要在里面办酒席 然后他去酒店看场地嘛 毕竟他嫂子嘛 他认识嘛 他都感觉像嘛 像了然后就拍了照 然后就发给我弟嘛 他说看到啥子 我说人家说酒店都看啥子 我说哪个没有朋友 我说以为他也没有发图片 我说吃个饭 我说应该很正常 你说是不是嘛 最后他发个图片过来 我在小子里 收到堂弟发来的照片时 聂丰正在走亲戚 聂丰说妻子本来也要共同前往 但是出发当天 妻子突然改口说工作忙走不开 所以留了下来 让聂丰想不通的是 应该忙于工作的妻子 怎么会大张旗鼓地 和其他男人举办婚礼呢 聂丰马上给妻子打通了电话 但妻子在电话里支支吾吾 始终不肯正面回答 那就感觉很丢脸嘛 自己的老婆又结婚了 自己都不知道 而且还没离婚 和其娟举办婚礼的男子 名叫唐坤 唐家人此时也搞不清楚状况 信仰刚刚还在婚礼上 和唐坤山盟海市 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 怎么突然就变了一个身份 还成了别人的妻子呢 他们家也很着急啊 被骗了嘛 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嘛 是孙年都懵了嘛 我说感觉不可思议 就在两拨人都想找齐娟 问个清楚时 齐娟却从婚礼现场消失了 当时那个女儿吃完饭 吃完饭 敬酒的没劲 就走了 消失了 不在了 齐某知道这个情况 就说 就说担心自己的老公 会到那个婚礼的现场来进行吵闹 他就说趁着大家宾客之间 正在进行就餐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的婚姻纱 悄悄脱下 然后一个人 然后就出来了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新娘名叫齐娟 这事怎么看了 都令人是瞠目结舌 齐娟在已婚的情况下 大张旗鼓的和另一个男人举办婚礼 在穗宁这座规模并不算大的城市 他就不怕遇上熟人 暴露自己的秘密吗 对此 齐娟的丈夫聂锋 和当天婚礼上的新郎唐坤 都极其的困惑 他们都想知道 这齐娟到底有着怎样的盘算 为什么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 然而让人更想不到的是 更为离谱的事 还在后面 就在大家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齐娟时 聂锋突然收到了齐娟发来的信息 他就想解决事情 然后他就跟我弟说他在哪个地方 他就在那个石地公园 新河街口那个石地公园的路口那里 两家人在赶去找齐娟的路上 也向警方报了警 不走 牧师 干吗 没人 要不要打我妹妹 真的是抹息什么的 你打我妹妹 走开 走开 踩开 撒开 表演谁 做什么 你对他给你打我一手 什么叫抹息什么 是抹息什么 我只搞你打我妹妹 撒开 宝贝 快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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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爸爸 我弄到 爸爸 爸爸 大哥你弄到 你弄到 他有人看 和你你只是拖来了解 他现在还活过兄弟在载婚期间 他今天又和另外一个男人一起喝 师师妹 我那边是这么个情况 我这边没离脱 然后我那边是刷了一个 把他都红裂 但是被扯的那些 也没有拆练的那些 也没撇避过全然的心 该插都会插 我们到了县城以后 县城很疯满 有这名女子这边的家属闺蜜 还有这个唐蒙这边的家属 还有她这名女子 老公这边的家属 双方加起来 一共可能二三四个人吧 双方都认为 这个是自己的老婆 别人是在心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找聪聪结婚 但婚后生活并没有 像齐娟想象的那样幸福 齐娟说自己和婆家人的关系 始终没有磨合好 一直相处得不太融洽 齐娟说每当自己和公婆发生争执 向丈夫求助时 丈夫总是沉默寡言 从不向着自己 因为没有主意 永远从来不 感到我的方面想为啼 永远 啥子事情 不管是对错 他妈了和他姐姐都是对外 平时其实他们个 正一两句追过去 也没人啥子 一家人 那又不付半个嘴 半个他们一两句 嘴未必 不过对于齐娟的说法 聂家人并不认同 他们说 之所以对齐娟有意见 除了双方性格不合外 更重要的是 齐娟曾经借着卖保险的由头 骗过自家亲戚 就是他之前的那个诈骗 然后就不是骗了那些 他们那些亲戚的钱 像齐娟在外面干的那些事情 我弟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反正就是每天 骚扰电话特别多 聂家人说两人结婚没多久 齐娟就曾经以卖保险为由 先后诈骗了五名亲戚的八万多元 最终事情败露 亲戚报警 事发后聂家人让两人离婚 但是恰好在此时 齐娟被发现有了深运 对于他来说 我们肯定想着他肯定是计划好的 因为怀孕了 然后就不用那个啥了 然后我和我妈都给他钱了 让他去把小孩 就是做料 他也同意了 结果没有 后来等到2019年的9月18号那天 他生了 知道吧 我们才知道 他把老三生下来了 期间的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 聂家人虽然对齐娟不满 但是看在孩子的份上 他们并没有再次逼着二人离婚 齐娟过了哺乳期后 因为诈骗罪进入监狱服刑 进去了 然后蹲了三年 然后才出来的嘛 毕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你有什么错 犯了以后 你改了就行了嘛 是不是 人哪有不犯错的嘛 齐娟出狱后 告诉聂峰 以后自己不会再搞歪门邪道 还说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 以后要好好过日子 齐娟还主动提出 为了避免和婆家人再起冲突 自己要搬出去居住 我的父和妈来他们住在一起 我也晓得反正 我也晓得她的性格和妈来住在一起 反正都是要 要吵架那种造型嘛 我都敢说 随后齐娟将孩子 托付给了聂峰的家人照顾 除了平时偶尔接送一下孩子 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生活 而聂峰则去了外地打工 一次和朋友聚会的时候 齐娟结识了唐坤 唐坤 长相英俊身材高大 齐娟立刻被她深深地吸引了 齐娟说 其实在她心里 一直觉得丈夫聂峰和自己并不般配 当初和聂峰结婚 也只是为了想尽快逃离养父母的家庭 也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 又或许是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感到不满 齐娟认为唐坤才是自己的白马王子 一定会给自己带来幸福 唐坤和齐娟认识两个月后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和唐坤交往过程中 齐娟使用了假名字假身份 两人几乎形影不离 在齐娟眼里 唐坤除了外表出众 他的厨师风格和聂峰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弥补了他在婚姻里的遗憾 齐娟说 在他看来 能够和唐坤生活在一起 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 为此他伪造了一张必超检查的单据 谎称自己已经有孕在身 要求唐坤和自己结婚 齐娟突然怀孕的消息 让唐坤的父母有点手足无措 他们希望两个人能够在深入了解下 然后再讨论婚姻的问题 可是唐坤并没有听从父母的意见 有了唐坤的明确态度 齐娟开始积极筹备两个人的婚礼 似乎忘记了自己已经是有夫之妇 只是婚礼当天 她的荒唐行为被丈夫聂峰发现 不过听完齐娟所讲的故事后 聂峰全家人都觉得她在撒谎 说白了嘛 你就是其他的一些人 有这种的 人家也是在外面躲着的嘛 你在明目张胆的 所以你就这么一脸大 是不是 至此负责接处警的民警 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判断 这唐坤极有可能陷入了骗婚的圈套 这几年以婚恋之名 骗取对方钱财的套路并不少见 然而唐坤却说 这绝对不可能 因为婚礼当天 这齐娟带来的赔价 那是十分的丰厚啊 包括金银首饰 大额支票 名贵手表等等 这样的一个女人 怎么可能是骗婚呢 荒唐的婚礼 虚假的人设 当真相浮出水面 神秘女友 还有哪些谎言 我的妻子嫁了别人 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听了唐坤的话 民情展开了进一步调查 结果发现 齐娟的日常表现 确实不像个骗子 因为她非但很少花唐坤的钱 还给唐坤买了金项链 手表等物品 日常给唐坤转账的时候 也毫不犹豫 每天都给你要钱 大家的金额是多少 每天换成几位嘛 以前嘛 我等嘛不要紧动嘛 最多的时候 每次他不干 最多的刚才五十年晚 那么多 他也要来当哪 他不是说他换账类型的吗 换账 要么又是结他钱 结他婚族钱 一千万块 一千万块钱 就是说自己举办这个婚礼 和包括和那个齐某谈恋爱 自己非但没有发钱 反而齐某还给自己 给了很多钱 齐某为了达到 和他某分开这个情况 就持续给他赚钱 怎么事情都满足 然而警方进一步的调查 又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原来婚礼现场上 齐娟带来的丰厚陪嫁 包括摆放的三金 名表 大额支票 竟然都是假的 这样的结果 让唐坤惊诧万分 回忆起和齐娟交往的这段时间 唐坤感觉像做梦一样 因为在他眼里 齐娟从来就不是一个 缺钱的人 听了唐坤的讲述 齐娟的丈夫聂峰也十分惊讶 他说 自己每个月务工最多 也就一万块钱左右的收入 除了日常花销外 还要背负房贷 以及家庭开销 每个月给齐娟的生活费并不多 齐娟自己在按摩店工作 家里还有孩子养 两个人日常生活 经常要靠家里人帮衬 自从生下三个孩子的年龄都不大 现在大的才几岁吗 才八岁 小的已经五岁了 根本都没管 全是我们家拿钱出来的啥 逆风百思不得其解 妻子哪里来的钱 让他和另一个男人如此挥霍 难道妻子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齐娟给唐坤的钱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警方就此对齐娟展开讯问 然而他走口如瓶 对资金的来路只字不提 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 他对唐坤是真心实意 简称自己并非诈骗 就在案件僵持不下的时候 齐娟的电话突然响起 接电话的时候 那边他自称叫何某 他说他是齐某的未婚夫 他们目前已经准备结婚 婚纱照已经拍了 然后酒店也定了 就是说就是举办婚礼的时间 那个时间也定了 打来电话的人叫何丽 他打电话的目的 就是要催促齐娟 和自己尽快举办婚礼 这个电话让这件事情 更加显得迷雾重重 除了丈夫聂锋和唐坤以外 齐娟到底还有几个男朋友呢 何丽的出现 再一次让所有人都大跌眼睛 齐娟身上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 灰金如土的成功女士 按摩店的女员工 温柔可人的未婚妻 三个孩子的母亲 多重身份背后 到底哪一个才是她的真面孔 何丽的出现 能彻底揭开事件的真相吗 爱情佳话 即将迎来圆满结局 真相浮出水面 究竟是婚恋骗局 还是邂逅真挚感情 我的妻子嫁了别人 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听闻齐娟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已婚妇女 而且当天还和另一个男人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电话那边的何丽火爆三丈 他急匆匆地赶到了派出所 对警方讲述了他和齐娟之间的故事 何丽说自己一直在外地武功 随着年纪渐长想找一个老家的女孩组建家庭 惊人介绍何丽认识了齐娟 两人一开始在社交软件上聊天 齐娟温柔体贴的性格很吸引何丽 一段时间后 齐娟开口向何丽借六千元钱 为了不影响自己在齐娟心目中的印象 何丽很快把钱转了过去 就朋友介绍两个认识你就竟知道 本来我也想结婚了嘛 就是说做一个女孩子肯定要发钱的嘛 你们老是你给了一份 当时肯定是把他死害 现在他只给了吗就没关系 何丽也没急着找他要 然后就逐步确定了恋爱关系 每天叫老公嘛 就上班这些累了呀这些什么 每天发信息嘛 就是说 齐娟整日对何丽嘘吻问暖 很快何丽就从务工地返回穗宁 决定和齐娟好好相处 尽早结婚 捧在手里面怕掉了那种 知道吧 此后齐娟不断地以各种理由 向何丽要钱 想着两个人以后要成为夫妻 何丽也没有犹豫 全都一一满足了对方的要求 就是他提出来要结婚嘛 然后就说 然后我也觉得我年龄到了嘛 他对我家里面的人还可以 然后我就觉得 就每天叫老公 然后后面就觉得 这个人结了婚应该可以 他嘴巴甜嘛那种 所以为人处事那种嘛 齐娟主动提出结婚的想法 让何丽喜出望外 他马上和家人开始筹备婚礼 根据当地风俗结婚之前 双方父母要做到一起 沟通彩礼嫁容等相关事宜 但齐娟告诉何丽 自己的父母在外地务工 而且结婚的事比较仓促 所以自己要先去找一下父母 和他们沟通一下 然而让何丽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未来的岳母 竟然是假冒的 齐娟就是我在路上 但我现在将母亲的微信推给你 其实这个微信 就是齐娟自己注册的一个小号 她以自己母亲的口吻 跟何某聊天啊 就是谈一下 现在你和我女儿在一起了 要好好对她 我们在家里的要求也不高 就一点彩金彩礼和红包啊 这些什么东西准备一下 如果你们真心相爱 就会好好的在一起 而且这个岳母 还给何丽发了一条彩礼 已经收到的信息 这个让何某就是很诧异 这个我都没有给那个彩金 他就问齐娟怎么回事 齐娟就说 我已经借钱嘛 就先把彩金都给我父母了 这让何某大为感动 何丽感动的同时 内心还滋生出了一点愧疚 他问了彩礼价格后 立刻就将三万元彩礼 给齐娟转了过去 通过何丽的讲述 民情对事情的真相 终于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 原来齐娟维持自己 有钱富婆的形象 靠的就是这种 开东墙补西墙的伎俩 他从何丽内里 骗来的钱 大部分都用在了唐坤身上 为了筹备和唐坤的盛大婚礼 齐娟和何丽也定下了婚约 并且把自己和唐坤 婚礼花费的相关票据 拿给何丽看 说自己正在筹备婚礼 这也让何丽更加笃定 自己找到了一个贤惠妻子 心甘情愿地把这些钱 交给了齐娟 美丽丽地等待着婚礼的到来 在筹备婚礼的地方 七某知道我們掌握了核蒙 這個線索以後明顯就發亂了 再也不像之前我們審訊帶的時候 那種淡定之弱 覺得自己很無辜 自己是受害人 這種心態 為了支撐唐坤每天的花銷 齊娟多次變賣合力送給自己的首飾和其他禮物 為了避免合力發掘 他還在網絡上購買同樣款式的假貨帶在身上 轉頭 七某就賣掉 然後把這個錢拿給自己喜歡的那個唐某了 我其實已經曉得我的時候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已經曉得我在犯罪了 已經很清楚的曉得我是在犯罪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我發現自己不開了 直到一件意外的發生 合力才從這場美夢中漸漸蘇醒 原來眼看著婚禮越來越近 合力開始邀請親朋好友參加自己的婚禮 其中的一位就是當初介紹她和齊娟認識的紅娘 然而當紅娘聽說合力要和齊娟結婚時 卻馬上告訴她絕對不可以 紅娘的態度讓合力十分困惑 追問之下紅娘才說齊娟以前因詐騙罪入獄服刑 她就採取了隱晦的辦法 就說齊某以前和我一起就是因為受了處罰 坐過牢 坐過牢這個事情她說了以後 就讓何某去查一查看一看 這位紅娘解釋當初介紹她們倆認識 其實是受齊娟所托 幫她找一個日常願意給她花錢玩耍的男友 沒有想到她們竟然發展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 所以她必須要告訴合力真相 半信半疑的合力上網查找 竟然真的找到了齊娟當時入獄服刑的刑事判決書 這讓合力隱隱對齊娟願意和自己結婚的真實目的產生了懷疑 合力找到齊娟質問 然而齊娟早已準備好了一套說詞 就問她那個判決書上那些東西 然後她就說是不是她騙的 是她媽騙的她頂著作用這些 然後她就給我跪下 就說不要報警 就叫她翻我錢每個人翻多少 我當時心軟了嘛 齊娟一邊哭泣 一邊向合力講了一個感人的故事 齊娟說自己有過一段婚事 還生過一個孩子 她害怕合力知道這些過往後 會嫌棄自己不再交往 所以選擇隱瞞 齊娟梨花帶雨的懇求 讓合力不忍心追究她欺騙自己的事實 齊娟還說她也給她父母說了 她表示我們倆真心相愛 持續在一起讓父母看我們自己 或者表現 就是說讓她長期在一起 在齊娟的懇求下 合力原諒了對方 也表示可以接納齊娟的孩子 倆人的感情 因為這件事逐漸升溫 齊娟也對合力更加關心體貼 當時她就問我在哪裡 我覺得她越來越關心我了 我看到有點改變了 以前就很少很少問我去哪裡啊這些 就在合力滿心歡喜 等待新生活來臨的時候 齊娟卻突然聯繫不上了 合力一邊擔心齊娟的安全 一邊又忍不住胡思亂想 在焦灼的心情下 她不厌其煩地 撥打著齊娟的電話 電話終於接通 但是讓她沒有想到的是 接電話的 竟是派出所的民警 合力趕到派出所後 才徹底認清了齊娟的真面目 齊娟不僅是有夫之父 還和丈夫育有三個子女 不僅如此 當天齊娟還和另外一名男子 在遂寧舉辦婚禮 更諷刺的是 這場婚禮的開銷 幾乎全都是合力給齊娟的 最開始一直很相信她 她說什麼我都信了 就說想著就是 我對她這麼好 你騙我 你給自己家裡面用 還好一點是吧 你給其他男人用 我心裡面更不爽是吧 哪怕她 她拿去養她兒養她女兒 我心裡面都想得下 齊娟為了不讓三個男人 發現自己隱藏的秘密 白天偶爾接孩子回婆婆家 晚上則謊稱 店裡忙和唐昆 居住在一起 其餘時間 還要和丈夫聂峰 一起合力視頻通話 而她自己說 做這一切的目的 就是為了追尋自己眼裡的幸福 2024年2月1日齊娟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 隨後她如實供述了自己的涉案事實 2024年6月20日 四川省遂寧市傳山區人民法院 依法對本案做出判決 齊娟犯詐騙罪判出有期徒刑 三年九個月 並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 齊娟在婚姻存序期間和他人同居並舉辦婚禮 此外她還假扮單身人士和其他男性交往 騙取大量財物 她的這些行為在法律上該如何來定性 齊娟從何力這裡騙取的錢財幾乎都花在了唐昆的身上 那麼何力可以向唐昆討還這些錢嗎 我們來聽一聽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鄒玉祥的解讀 法當中第258條專門規定了重婚罪 這個罪的保護對象就是我國合法的婚姻家庭關係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重婚 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 那麼對於犯重婚罪的行為人 要處於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在本案當中齊娟可能構成刑法當中的重婚罪 與此同時齊娟通過虛構與何力談婚論嫁的事實 使得何力陷入了認識錯誤 何力基於這種認識錯誤而處分了大量財物 齊娟的這種行為屬於刑法當中典型的詐騙犯罪行為 而且齊娟一共騙取了20多萬的財產 其數額根據司法解釋的規定屬於數額巨大 那麼對於被害人合理而言 他該怎麼去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呢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01條至第104條的規定 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 可以在刑事訴訟的過程當中向人民法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如果刑事案件已審結則應單獨作為民事案件審理 所以在本案當中啊 合力可以在刑事訴訟的過程當中 向受理本案的人民法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由審判組織進行調解 或者根據實際損失情況來做出判決或者裁定 齊娟靠謊言周旋在三個男人之間 她的行為荒唐的令人難以捉摸 但是不管是出於何種原因突破法律底線 就是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產品質量 生產品質量 伤害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 请发送邮件到我们的栏目邮箱 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 这里是一线 我是李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